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映了我们广大伟锐学生学者 身在瑞典新济祖国 为祖国实现中国梦 不懈奉斗的伟大理想和报复 我非常佩服 谢谢 我想问一下你练了多长时间啊 谈谈感受 就是我们大概这个节目练了有两三个月 然后一开始练的时候大家都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但是慢慢的越练 大家就都在一个布料上了 然后今天的演出我们也非常满意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从练到现在最好的一次 你们以前也都是跳过舞的吗 都是留学生是吧 在我们里面有绝大多数我的演员都是留学生 但是也有一些工作的或者是这边的华人朋友 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专业的 一部分人是不专业的 但是我们都是大家互相帮助 所以才有今天的这样的成果 你叫什么东西呢 我叫何瑞 谢谢 不客气 非常高兴我们第七届传板又圆满落幕了 在座观众爆满 而且大家坚持着看到最后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我们前几点员 大家非常辛苦几个月 无偿的努力 大家奉献这么一场新年的盛会 作为个人来讲做了十届了 估计也该退休了 很高兴地发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谢谢 我主持咱们四届春晚 其实去年我也主持了一次 但是今年感觉更加的好更加的棒 而且其实我们春晚大家庭在不断的壮大 今年第十年 感觉中国人特别重视十年这个 所以我们就用自己全身心的热情 去付出一台晚会 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们用最专业的热情去付出 所以感觉特别的棒 也希望所有人看看这场春晚 谢谢 这四个春晚 就大家都在哪里 而且我这次在两个节目里演 然后第一个节目和第二个节目中间 只有三十分钟换装 整个片子要重新接 然后特别紧张 所以特别努力地在这个春晚而战斗 那你参加四天春晚的感受吧 感受是内心非常的激动 过程呢有一些困难 但是好在结果是好的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结果是很好的 观众是喜欢的 这个春晚怎么样 就像我们主持词里面所讲的 十年春晚风雨整整 那么作为策划第一 我觉得我们这场春晚 是达到一期的目的 演出非常的完美 我要在此我要感谢 所有的我们的演员也 谢谢大家